继续回来第三场赛事 四班一千短途,状态飞的马都很多 在一个状态水平里面很平均的 四号马,这只富高八斗 这次他也回去了重化 又脱了个眼罩,试一试,扎你照久 龙藤飞长,因为跑得迷 只保持在小圈骑,相隔也是十日 但是这样,本身慢脚,再缩程 跟不跟到? 是的,都要想一想 接着就加映精神,这些神操 就经常都觉得好像很聪明 外观打理得很好 配备它是比较多的 不过跑下马似乎没有再进 评分长期都停留在这个位置 好了,各何竞出 那又是哪里会有进步 说真的,这些马 不过,三降四 是四班,高一点就高一点 这只又怎样呢?富高八斗 近期的表现,即是上一次就比较失色 今次余满辉都给他变一变 首先翻重化,除了配备去试集 跟着那只中华威威试短途集都试得挺好 但是我见他全身功力都赢不回 看又怎样了 好了,这只危多福 你有没有见过这些马跳得不厉害呢? 这样未必是一定是代表好的 即是紧张大师试试,难道会输吗? 这只就无限商机 都是季初比较聪神一点的中联马 它现在呢,其实就不算很差 不过季初那一阵呢 就可能再漂亮一点 好了,这只就赢多多 那又是了,可能做这些时间28 那现在就27.4 那就变得很厉害了 其实你如果要这些形态 它只要做慢一点时间 可以给你看的了 是啊,你看看这些厉害不厉害 电脑7号 有边货是不急厉害的那些暴头 又密又爽,时间又快 但是你看看它的表现 根本是一只不厉害的嘛 好,跟着就想见你 他自己很厉害,我就觉得 因为很少的,沈集成的马徐榜里 还要这样过去谷草 这样也跑得好 不过是一只好样的马来的 之前都说过 接着就慢慢来到贵中 都很多伤患过 缺货的马就出来跑了 那现在这只马跳呢 都可能开始 就是年纪大了些 它是没有以前那么强硬的 好,再看看这只超压迎购 上一次冲了第三的 我记得雪茵真的跑得很心思 但是我自己 因为之前试的那些杂 它跑之前那些 我真的不喜欢 它突然间可以跌了架 看起来这只令裁 都是一些神操之星来的 不论在上手马房 现在来到苏惟賢那边 两个马房都做得很好的 就是这个状态 奈何的马真的是交不了 后备那两只都一样的了 我都大胆假设 一只四岁一只三岁 这只快字 不过就是没有什么认真给你看过的 亦都可能这只马还没来 那就迟些再跟进 看起来这只超斑 那都是一只步比较短小小的马 刚刚这里就换到脚的 星期六招的出跳 力度不是那么足够 还差点 好了 来到第三场 四班一千米 初步纳下去 这一组都挺多快马 因为你上危多幅那些慢 都挺难 电路七号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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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那我不是纯粹觉得缩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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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然后如果你拿着上一次跑沙田千二的赛绩 是假的那些赛绩 根本那只马在内南都塞到没跑过的 其实不关撞不撞太事 你说是不是比起之前提升了 根本就一直都厉害的了 我都没什么见过这只马 早上跳不厉害 现在是缩下来真的力短了 希望欺负你们那些都不是很会赢的 还要头断要跟得到 因为说真的 穀草一千后上而赢就真的不多 最重要是把握刀头断不能落后得太短 另外一只衣服过河竞出 这马又是保持 对上一次跑就穀草一千 赢了一次你看看接着跑什么路程 这次潘顿